焦点呢就是内阁总辞 行政院长陈建仁将在今天主持任内的最后一次的行政院会 陈建仁院长在今天早上的8点13分已经搭车抵达了院区 紧接着呢 阁员们也陆续搭车抵达了 上次陆委会主委邱太三 卫福部长崔瑞源 他们都已经陆续抵达了行政院 因为将在今天的早上9点半就会召开行政院会 在院会当中呢 陈建仁院长 郑文燦副院长 李蒙燕秘书长 将率领全体内阁成员提出总辞 总辞会送往总统府 而今天呢 是5月16号 紧接着5月17 5月18 5月19 会进入最后四天的内阁看守期 紧接着在5月20号就会正式交接给新的内阁团队 而今天在院会中呢 还有一项议案 就是蔡政府八年执政的成果报告 当中呢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前瞻基础建设当初的8400亿元 目前已经在各地的这个建设的经费上面了 另外一个就是防疫的成果 因为台湾挺过了两年多的疫情 执政团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另外呢 在打击诈骗方面呢 这个行政团队也是相当的着力于打击犯罪 才刚通过的打炸司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一个还有改善道路 交通安全 要洗刷行人地狱的骂名 这是今天的院会重点 在院会提出总词之后呢 行政院长陈建仁就会率领全体阁员来到行政院的大门口这边 要来拍摄阁员们的毕业照 也就是团体照 因为目前的城内阁呢 其实大部分阁员是没有留任的 他们之后呢 可能会回归学校任教 可能会回归家庭 可能就直接退休了 因此呢 在拍完毕业照之后 象征城内阁就即将功成身退 准备毕业了